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于康乐村海滩规划拔场一案 而新城乡长何立台3月6号阅读公文后 紧急召开会议 邀请了花东防卫指挥部少将参谋长 赖正锋出席与地方沟通 经过会议后参谋长表示 行政作业却有不妥之处向地方表达歉意 而指挥官于文正指示 经了解地方名义 花防部取消原定3月14号 康乐村海岸实施T-91步枪清兵器 对海射击训练一案 与地方达成公式 花东防卫指挥部原定在3月14号8点到12点之间 配合协助实施步枪射击训练 持得地方愤怒 相当何立台表示 花防部有会堪定定达把日起 相公所完全不知情 更未取得地方的同意 军方达把区域与193县脱上道路 当地一定有7家观光饭店 犹豫以新产乡投资 联系七星潭也是知名的越来越海域 军方常态性涉及演练 扼杀地方观光的发展 那这次的应酬洋差 可能军方没有跟地方沟通好 自己大概就是内部的作业也不当 不查民意 没有跟地方多做沟通 只找了几位民意代表到现场 到七星坦康乐海湾 就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没有通知所有的行政单位 公所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在5号的时候 就是这个月3月5号 收到这个公文 我非常地震怒 为什么这么一个大事情 会影响到新城乡的整个观光的一个前景 他们难道不晓得 因为193号道路的扩坏 景临镇七星潭的夜衙湾 是一个多漂亮的一个景点 很多的很多的财团都要来这边投资 总共7家要在这边投资 投资超过200亿以上 在新城乡这个地点 那你在这个旁边在那边打靶 无畏的就是要跟地方怎么样 把这些观光产业赶走 让这些年轻人有就业的机会 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当然非常地震怒 所以昨天就要他们来了 吃一讲清楚给他们听 如果你硬要干到底了 我新城乡FORM 就是长期的抗争 抗争到你不能够打靶为止 因为我还是要以观光产业 花新城乡的这个年轻鞋子 花新城乡所有的一些年轻人 愿意到服务业来服务的这些人 我们制造机会给他1000个就业的机会 所以昨天把这个整个状况给新方了解的时候 他带回去跟他们指挥官了解的时候 今天来做一个回答 他们释出善意 他们表达他这个歉意 说他们这样做的结议是不对的 没有跟地方好好的沟通 我想新方这是一个借金 参谋长赖正锋将地方意见带回于宇文镇指挥官讨论出名之后 取消原定康乐村海岸实施T-91步枪清兵器 对海涉及训练引案会尊重地方意见持续与地方沟通 持续在沟通当中 在没有取得同意之前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 向上和立台感谢华房部倾听民意 保护新城市的海岸资源 维护地方以及观光的发展 期盘为了可先与本所以及地方沟通 建构军爱民民进军的精神 现在向公共所愿意做沟通的桥梁 向上和立台长期重视国防 支持国防 下内有华房部营区 空军五连队 空军校准部 花林机场 游库等重要军事相关设施 最精华的地区皆为军用战地非常的大 这数十年来国军有任何的训练 建设需求等等 与现在向公所讨论 在不影响居住品质的情况之下 现在向公所也尽力来配合 在此也相代表地方各界 感谢国军的辛劳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